3月18日,在英伦3月的春寒之际,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消息划破沉默,凯特王妃归来。 70多天的神秘消失后,她的身影意外闪现,瞬间吸引了英国及全球的目光。 但是,随着冷静的思考,公众发现了一连串的疑点,假照片,匆忙删除的帖子,以及那数令人疑惑的白花。 英国的旗帜凄凉的锤挂,BBC的标志转为哀悼的黑色,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不祥的征兆。 网友们的猜测愈发凶险,有人甚至预言了最悲观的可能,王妃的不幸离世。 而王室却预示着复活节的亮相,究竟真相如何? 世人的目光紧紧锁定,等待着那个极其重要的王室公告。 据《太阳报》报道,目击者称,3月16日看到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,出现在温莎阿德莱德小屋的一家农场商店里。 自从王妃1月份接受腹部手术后,这是她首次公开亮相。 报道中提到的凯特,心情似乎相当不错,她的回归无疑给关注她的人带来了欣慰。 然而,就在人们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时,一些细节被仔细的网友们所挑剔。 他们注意到报道中的一些照片并不符合当前的气候。 照片里,凯特穿着一件轻薄的衬衣,而小路易王子竟然穿着短裤。 这在英国寒冷的3月份似乎并不合理。 进一步地挖掘发现,这些照片实际上是之前拍摄的旧照片,与报道中的情况并不一致。 这段时间内,尽管有人声称在不同场合见到了王菲的身影,但是一直没有照片证实这些说法。 一位自称有着英国顶级富豪背景的网友也声称见到了凯特。 然而后来她的话语被证明是虚构的,相关的网络帖子也被删除了。 这一切的不一致和疑点,使得王菲真正现状成为了一个谜。 互联网上的议论像野火一样蔓延。 有人甚至怀疑王氏是否会宣布关于凯特王菲的噩耗。 一系列迹象使得这种猜测看起来并非完全没有根据。 英国广播公司BBC首导通知,要准备发布王氏的极其重要的公告。 官方头像突然变为了黑白,英国多处政府大楼开始悄悄降半旗。 不止如此,根据外媒网站爆料,戴安娜王菲最好的密友透露,王菲凯特在光明慧的血迹中被献祭了。 她还声称,这个仪式在英国王室中流传已久,是王室最不堪和黑暗的一面。 而,凯特王菲早就在计划之内了。 实际上,1月份凯特助理离开医院,就被媒体拍到了。 车上,副驾驶位置放着一束白花,这在许多文化中是哀悼的象征。 媒体抓拍到助理面部的表情,看起来异常紧张,甚至带着几分惊慌。 这一切无疑增加了公众对这位王菲的担心。 要知道王氏早前的声明中提到,凯特因为非疾病原因进行了紧急腹部手术。 有网友根据这些信息,推测可能发生了家庭内部的事件。 这与之前流传的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相吻合。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,但关于凯特的许多猜想和担忧仍在继续。 尽管这些迹象令人忧心忡忡,但王氏方面却给出了一个令人安慰的承诺。 凯特王菲将在复活节公开露面。 现在,大家只能耐心等待,希望复活节能够见到凯特王菲健康的模样, 以此驱散所有的不安和猜疑。 凯特王菲的一次公开亮相,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。 大家都习惯性地仰慕着这位温文尔雅的王菲。 这一次,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。 一系列的照片被传播开来,触动了大众的心灵, 引发了人们对凯特王菲真实身份的质疑。 她之前经历了腹部的手术,那位曾经风度翩翩的王菲, 现在却显得如此消瘦,就像一张脆弱的纸片, 但她的精神状态与之前大为不同。 这样的显著差异促使人们深入思考, 到底发生了何种事情? 令人困惑的是,在凯特王菲和威廉王子并肩行走的照片里, 人们注意到了一个显著的身高差距。 这种情况并不是首次出现,与之前的观测数据不一致, 难道是因为摄影的光线和角度造成的吗? 或者说是视觉上的差异? 这样的疑虑在大众的心中迅速扩散, 所有的迹象都似乎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, 凯特王菲的真正身份。 凯特王菲脸部的变化确实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之一。 她那柔美的外形有时给人一种丰润的感觉, 仿佛是岁月赋予的温暖, 但有时又似乎被精心雕刻的实影实现, 给人一种古老雕塑般的神秘感觉。 这种转变不仅激发了人们对答案的渴望, 同时也激起了大量的推测和讨论。 有些人开始质疑视频中出现的那位女子是否真的是凯特王菲? 她的面容有时确实与我们熟悉的形象存在些许差异, 这使人不禁思考, 她是否掩藏了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有些人在推测, 她是否佩戴了掩饰自己真实情感和真实自我的面具。 生活在公共视野中的皇室成员, 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期望, 而在某些情况下, 他们选择隐藏自己, 仿佛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。 令人震惊的是, 凯特王菲的行走方式也经历了显著的转变。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, 公众对她的身份和真实性的疑问已经变得司空见惯。 尽管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璀璨夺目, 但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许多未解之谜和推测,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宏大舞台上的表演者。 然而, 他们背后的故事却是深藏不露的。 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出, 这名女子的每一个微笑都似乎带有些许的勉为其难, 而她的每一个眨眼动作都透露出一丝的不安。 她的目光充满了不确定性, 好像在寻找某种形式的支持, 或者是在逃避某种形式的探索。 这种微妙的表情变化, 似乎在暗示她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矛盾和挣扎。 令人质疑的是, 她行走时的姿态似乎显得有些僵硬, 好像是在迎合某个预先设定的剧本, 而不是按照自然流畅的动作进行。 这可能是因为她试图隐藏某些事情, 或者可能是因为她背负着某种不为外界所知的重担。 关于那些微妙的变化, 例如微笑时眼角的抽动, 行走时步伐的变化, 甚至脸部的细微轮廓的改变, 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推测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情。 这些都是对她身份的暗示, 或者是一种隐藏的信号, 等待着那些善于观察的人去揭示。 这些迹象让人不得不深思。 凯特王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? 她在摄像机前的每一个动作, 都变成了众人热烈讨论的焦点。 有些人觉得她的笑容中隐藏着一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色彩, 好像是某种深藏不露的心灵深处。 还有一部分人持有这样的观点, 她的每一个举止都充分体现了王室成员应有的庄重和高雅。 然而, 在大家纷纷猜测的同时, 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传来, 凯特王菲的替身的真实面貌已经被揭露。 凯特王菲的身份之谜终于被揭示, 这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神秘事件, 更像是一个传奇故事的结束。